哈囉 大家好 我是空姐的企圖 今天既然呢 Henry 來我們家 就是我們剛剛結束了上一集啦 但是這一集呢 想要來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的疫情 就是有關 對 其實我覺得我算是 疫情真的開始大爆發的時候 我已經回台灣了 所以我就沒有真的有試過戴口罩 在飛機上 我有 做了幾班是在飛機上要戴口罩的 大概三、四班全程戴口罩 你覺得辛苦點在哪 呼吸不到空氣 我自己本身去飛機上常班休息 我自己是不太愛戴口罩的 喔 我們其實有一個習慣 就是去CrewBond睡覺的時候 我們會戴著口罩睡 我OK 沒有辦法 呼吸不到空氣 喔 聽說就是很容易失掉啊 因為你要跟客人講話 所以你戴一下子 通常我們當然會把它輕輕拆下來一半 稍微呼吸一下空氣再趕快戴回去 然後 也是兩到三個小時 我們會趕快換手 喔 那常班不就要很多個 用了幾個口罩 我們大概要兩個到三個 喔 那那個時候客人有都有全程戴口罩嗎 客人全程戴著 所以大家也都算乖 也是知道 知道好像疫情越來越嚴重這樣 而且大家上飛機第一件是 自己自備 酒精 消毒 濕紙巾擦他們的作為 食物呢 他們有吃嗎 食物 還是照吃 就是你在那是幾月的時候的事情 是我 2月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也都有 照吃 照吃 照睡 照樣口罩戴著 後來我2月底 回台灣 我就開始我 14天的居家檢疫 那個時候知道就是回到台灣 需要居家檢疫 你什麼感覺 因為那個就是 中港澳返台的人士都需要居家檢疫 那像我們公司這些台籍組員 全部都是從香港回到台灣 那我是在這一天之前就回來了 那你就要 那時候也在香港掙扎了一陣子 但如果想想 還是回到台灣 決定還是回台灣居家檢疫 14天 忍一下 畢竟我是跟家人住 所以還算方便 可是你跟家人住 那是不是什麼共用的家具都要消毒 或什麼的 對 然後像我們平常用餐 現在就是就分開用餐 然後 所以起碼你媽媽有煮 對 家裡如果沒有開火的話 會外食買回來 但是也是 一定是分開用餐 然後 平常每一次 我就是待在自己的房間 但是分開用餐 你是在你自己的房間吃 還是在客廳 像我的習慣就是 我的家人就是坐在客廳 飯廳就是我做 我一個人 我最大的 哦 哈哈哈 那每一天都有在消毒家具嗎 還是其實那個時候你們是還好 就是沒有 我那個時候是還好 但是 我一天 像我 基本上我在家 我回 我自己就會一直洗手 那我家人回家第一件事 其實一直到現在 我過的檢疫 我們回家第一件事 習慣還是洗手 啊那是洗澡 就是盡量還是 洗乾淨 勤洗手 勤洗手 那只要出門 口罩一定是帶 但是你14天應該就是 都沒出門對不對 當然 你也有被 就是他們有說要被里長 里長定位 基本上你的手機會馬上被定位 那一天他會有關懷的電話 一個是衛服部會打來 那另外一個是你的里長 或里幹事會打來 所以總共會有兩通電話 會非常的關懷你 那那個時候有檢疫包嗎 我那個時候有 我有收到一個是 實際的檢疫包 那個是里幹事拿過來的 哦 裡面有一本 你是台北市的吧 對 我是台北市 那時候有一本 靜思語 讓你好好坐在那邊 靜靜的思考你的人生 我記得那個檢疫包裡面是不是也有可以追劇的 可以看電視 我那個時候拿到沒有 因為那個不是台北市的好像 你聽說是 檢疫包是看你的地區 所以不見得是 我那邊的時候是沒有 但我知道說 你哪一區的 我是松山區 但我知道說很多桃園啊 例如可能中部、南部 他們裡面的東西是不太一樣 他們說那個是依照你住的地區 住哪一個里 他們 哦 里長準備的 這是我聽說的 那沒有 你沒有栽過有確診的病患 沒有 我算是運氣還不錯 所以就還蠻安心的 但是我最近才收到 就是那個群組的訊息就是 其實我 他 有一個那個 確診的乘客 在飛機上 那 而且他還是就是6到6天之後吧 飛回來已經6天了 飛回來之後才收到 然後跟在家裡哦 跟我另外 就是已經玩得很開心 就是看電視吃飯幹嘛的 然後才收到公司信 說他上一班機有載到確診的乘客 你不是覺得就是 啊 心情 很複雜 這種的 這種就是居家隔離了吧 對 這個就不叫簡易了 因為你真的有 有可能有接觸過 接觸時 這樣 而且他也沒有講說 他是坐在哪個位置 對 他們其實是 不會 就是他們的公司信 不會公佈 不會公佈 他的 資料跟 對 座位號 但是只會跟你說 你服務的區域是 有沒有機會 high risk or low risk contact passengers 所以我就覺得天哪 就是 但是我覺得真的就是 沒有辦法去賭這個機率說 你看你上班 真的有可能載到確診的乘客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連 我現在 連那個4月到6月的 的那個無薪假 都已經通過了 我也是 你也是的 對 我也是 對呀 我覺得 還是其實會蠻 蠻擔心的 還是要小心 對呀 所以我覺得 還在飛的同次真的是 辛苦了 然後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希望 沒事 大家都沒事 對 就是做好 就是萬全的防護 戴口罩 然後還有 勤洗手 然後呢 現在就是 防疫期間就是 要 宅在家 盡量少出門 這樣子就可以 減少 得到就是 被感染的 的機會 那 今天是25號 對不對 對 25號 今天25號的 昨天凌晨 香港那邊也宣布說 從台灣 中國那邊 入境 香港的 香港居民 或者是台灣人 也 全部都要居家檢疫了 對 我覺得 我們 這個 台籍組員來說 其實又是另外一種難度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 譬如說你放完假了 你現在 如果你是 5月決定要回去上班的人 可是你現在回香港 又要再關14天 對 台灣關完14天 調整好心情 回香港 再來14天 再來14天 哇 其實 還是真的是 很煎熬 對 蠻煎熬的 但是 我覺得空服員 畢竟真的就是一個 高風險的一個職業 對 除了護理師 也是真的很高危險群以外 我覺得我們 空服員本身也是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 從香港出發到世界各地的人 而且目前 其實確診的一些同事 也傳出好幾個 希望大家趕快康復 拜託 希望這個疫情就是 趕快落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 謝謝Henry 跟我們分享一點點就是 他居家檢疫的心得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那祝福大家平安 出門記得戴口罩 然後宅在家 宅經濟 記得要訂閱空姐愛奇頭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